高远球和沙球打不到拍子的前驱是什么原因 还是基本功的问题 比如说你问我挥出去 比如说我挥出去 这个就是我的机球点 就是沙球的动作 高远球的动作 我每个动作基本上就能够打到这个地方 但是很多同学是什么 就是打球的时候 这样到这 对吧 就是每个挥出去不太一样 那么就算是我每个点都给的 每个球理论上来说不太可行 但是我就算每个点都给到这 那你还是打不准 因为你的手是晃的 怎么样去增加这种稳定性 一个是练基本动作 你得把动作练得很熟 第二个就是手腕锁腕 不要让你这个球拍这样倒来倒去 不然你这个球拍倒来倒去就容易打不准 打不到填去的问题有很多 有可能打到上面 有可能打到这边 都有不同的问题来导致 但是你这个地方稳了以后 对吧 它就好一点 因为你这个动作挥出去的之后 至少是这一块是稳定的 对吧 你的稳定性就会适当还是会增强一点点 但是核心的还是要回到基本功上面来 好吧 好吧 感谢观看